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也是一藏家的 今天我带的是中国清代古玩艺术的金翠叫鼻烟壶 第三个呢 一个是白玉的 一个是玛瑙的 一个是金破鼻烟壶 那这个鼻烟壶对年轻人来说 应该是一个比较陌生的东西 胡老师 你能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鼻烟和鼻烟壶又是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吗 鼻烟呢 制造流行呢 现在准确的年代很难考证 但是呢 在这个清代一个文学家叫赵之谦 在他的著作里有记载 这个鼻烟首先是15几几年 应该是万利的九年 从这个广东 由意大利传教士利杜马带到中国 然后呢 他再到北京 献给当时的这个万利朝廷 这应该是鼻烟最早的 有记录的起源 那鼻烟壶呢 是这个也是差不多 和这个鼻烟呢 差不多时代的 开始的 那这个鼻烟是用什么东西制成的呢 像现在的香烟一样吗 鼻烟呢 是这一种 应该是烟草 它的原料 英文叫 Tobacco 那会儿中国人叫铝送烟 就很多是 应该是产生 来自蓝阳 那个鼻烟是怎么开始呢 应该是这个 据说是这个烟草商人 放在库里头之后 放久了 糟了 糟了之后呢 他也不甘心 然后在鼻烟上 这个糟的烟叶里头 加这个射箱啊 冰片啊 再加工一次 这个薄荷啊 再加工 就弄成这种粉末状的 这个中国人呢 用它的时候呢 包括洋人啊 用它的时候 擦擦鼻孔 有像这个芥末一样 亲娘的味道直冲老门 有提升心脑的作用 同时呢 又可以 据说是可以防御防病 所以很快就流行开来了 那胡老师 我刚刚有看到这个红色的 这个您刚刚说是什么材质 这个红色的呢 叫金破 这是一个什么造型呢 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富寿瓜的造型 一个瓜的造型 巧雕 你看 非常漂亮 它金红色的 然后它把它做成了一个 一个叫骷髅万代 是一个就是象征这个 子子森森的福寿连绵 永远不结 这个是个清中期前农年的 一个琥珀 瓜碟连绵造型的一个编火 中间这个您说是玛瑙是吧 对 中间这个呢 是玛瑙 这个是呢 这个是典型的苏工 苏工它雕的花围 你看 有这个荷叶 有鱼 在中国传统的这个彩头里头叫 连年有鱼 就是说这个 非常精美 对 其实巧雕 它利用了这个皮子 这个玛瑙的皮子 巧妙雕成荷叶 翻卷的荷叶 游动的鱼 就是非常漂亮 而且它这个造型是很饱满 这应该是嘉庆 乾隆 嘉庆之间的 来自这个苏州的 那最右面的这个 是不是要特别介绍 这个是白玉的 看来你是最喜欢白玉 这个白玉呢 就是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 是一个一枝梅 而且它又有文字款 其实这个文人雅士 就是非常文气 一枝梅象征这个 诗人那种 中国传统文人那种 傲商路放 品格高捷 所以这个一枝梅来 它就是 是一个典型的文人彼岸湖 这也是清中期的 好 谢谢胡老师 也谢谢您的收看 那如果您家里有任何的宝贝 想让我们胡老师 拿来介绍 会按您博打节目组热线 欢迎到健保节目 参与我们的这个 这个话题讨论 对 话题讨论 好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